朋友就发了信息进来 就说怎么看待这个是奢侈品税 对就是当你买比较贵的产品的时候 就课更多的税 其实这是怎么进行的呢 何谓奢侈品税 难道平时买奢侈品没有税的吗 也好像不是这样子 所以它是一个怎么样的机制 OK好 其实可能对于很多马来西亚人来说 这是好像蛮新的东西 完全没听过 其实这一个这样子的税 在很多外国 其他国家其实有实行的 已经在实行了 比如我们说美国 印度 甚至一些欧洲国家 其实也有在实行着的 那么我会这样子认为 因为这一次政府 他就不打算推出GST了 那么我们每次说 GST好像是一个很公平的税务机制 你有钱你就花更多钱 所以你就会缴更多的税 所以政府就是这样 推出奢侈品税 其实多多少少是要针对那些有钱人 他们有钱人就会买奢侈品 就买比较贵的东西 这样我们就只是针对 他们买贵的东西的时候 才向他们赠税 这样子看起来好像更加公平一些 这个是我的看法了 但是这个奢侈品税 其实主要它是针对某一些产品 它可能会设一个门槛 比如说车子 比如说一些名牌表 或者一些包包 这样子 它可能设一个门槛 就是说多少钱的 多少价值的产品 以下就不会增税 如果超过了价值 超过价格的 就开始会增多少多少税 所以这个都是我们所谓的 奢侈品税的一个概念 很多人会讲 会不会是针对某些品牌去增税 我觉得应该不会的 应该不会针对品牌 但是它会针对种类 就是每一种种类 会被归类成奢侈品的之后 再设一个门槛 一个价格的门槛 只要超过价格就会增税 没有超过价格就不会增税 这就是大概的一个概念 但是所有的详情 我们还是要再等了 因为怎么说 在马来西亚 都是一个全新的一种税务机制